这是一位书友 他的习作 然后给他看一看 然后给他提了点意见 这个佛字 他是用历书写的 这么一圈纸之上 我觉得整体 他那个字太小了 简直气场不够强大 那整个作品的这种感觉 就显得有些虚数 那么我给他提的是 一 字要再大一些 留出适当的空间 可以将纸撑满 边上再提一些小字 像乱石铺接一样 第二呢 如果你临写历书的话 我觉得应当选一本 自己满意的 自己喜欢的字帖 认真的去临写 第三 这幅字呢 用墨呢 过浓了 分不出浓淡的这种墨色变化 今后无论是临写呢 还是创作 均需将纸啊 墨呀 备好 这样呢 才能够在最佳的状态下 进入书写的那种情境之中 这样才是能够 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 觉得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效果 这幅字呢 也是他写的 跟上篇字一样 还是字有些偏小了 而且呢 写楷书嘛 横向的笔画呢 须向右上方啊 微微的倾斜 不宜过平 他现在写的太平了 所以正心显得有些右脚重 书写时需要考虑好 笔画 收放 灵动的这种变化的呈现 总之 写出来的字 一定要有这个姿态 有了姿态 才可达到气韵生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